新美市政府举办了第十四届精彩奖颁奖典礼 这一次呢一共有23家有线电视业者 77件作品来角逐13项大奖 大兴电有线电视以大兴电地方新闻 再度获得评审的肯定 蝉联最佳新闻节目奖 并且入围了最佳新闻专题 最佳新闻采访 还有创新服务和评审团特别奖 成绩相当的亮眼 新北市第十四届精彩奖颁奖典礼 以精彩夺目闪耀十四为主题 省大登场 这次集结了23家有线电视业者 77件参赛作品 角逐13项大奖 担任评审团主委的资深主播陈亚琳就表示 这次的作品多元 每一件都相当优质 所以也让他们在评审的过程中 伤透脑筋难以取舍 在这个评审的过程真的是 有的时候真的 大家优秀到很难取舍 但还是要做出取舍 无论如何 大家都是这一年的努力 看得出来非常的尽力 而且呢 也非常的多元优质在地 大新店有线电视 在这次的精彩奖入围多个奖项 包括了最佳新闻节目奖 最佳新闻专题 最佳新闻采访 创新服务 以及评审团特别奖 其中大新店地方新闻 荣获了最佳新闻节目奖的殊荣 而这也是大新店有线电视 再次以地方新闻拿下新闻节目奖 新闻都是独家 我们希望呢 秉持这样的精神 也要谢谢委员对我们的肯定 我们呢 应该是说从之前到现在到未来 我们很会秉持这样的精神 会继续努力的报导下去 评审表示大新店地方新闻 题材多元 具有实践性 地域性 特殊性 与人情趣味性等元素 同时兼顾影音品质 生活肯定 再度蝉联精彩奖 最大奖 新闻节目奖 新美市长侯友宜也特别出席这场盛会 并感谢媒体从业人员 始终秉持新闻专业精神 用心直播 优质节目 同时善尽社会责任 不管从社会的光明面 以及环境 公安 甚至包括人文官法 甚至我们碰到台湾的空间 大家广泛的来做一个讨论 还是好多作品 来影响整个台湾 面临现在需要是什么样的方向 所以其实它是既有一个公益 非常重要一个奖项 大兴电有线电视表示 将持续直播优质的地方新闻与节目 带领观众了解地方大小事 以在地视角深入报道 并关心地方弱势 展现地方特色与媒体责任感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邦友 好